我们要在超市买东西 可以减肥 我的减肥的 看看杨阳在家里面吃的食谱 跟着她走一走 我看着比较甜的感觉 因为它不够绿 所以我们要找那种很绿很绿的苹果 它会比较酸 然后帮助我们可以消化我们的油脂蛋白 效果会比较好 那就这种青苹果了对不对 这种青苹果 糖分会比较低 你晚上只吃青苹果吗 就是两餐之间吧 不算是晚餐 我实际上没有什么早中晚餐的概念 就是中间可能会吃一个这个 然后加一些坚果 就这个青苹果助消化是不是 然后我的ROOSE就是每次只拿两个 因为如果我拿多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放到它坏掉 所以两个就很好 那你在经常逛 经常逛超市 对 你是要经常逛超市 这样你买的东西才会更新鲜嘛 好吧 而且你也知道 你两天之内可以吃到多少东西 不会浪费食物 我之前常常逛的问题就是 我会买太多水果 然后到最后吃不了 然后就坏掉了 所以我的ROOSE就是一次只买两个 和洋洋教练逛逛超市购物 看到超市的物价比以前涨了很多 嗯 差不多以前一百多块钱可以在超市 推车东西出来吧 现在一百多块钱只能买几样物品 好在我和我老公都不喝酒 所以无论是在餐厅吃饭 还是在家里吃饭 酒水其实是很大的一笔开销的 我们在这方面还省了不少 评论区也有不少朋友问我 在洛杉矶的房租啊 生活费的有关这方面的话题 今天我就正好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吧 嗯 看一看我们两个人退休后 在美国洛杉矶 一个月或者说一年的生活开销 大概需要多少 首先说说吃方面的吧 嗯 因为我老公通常是喜欢在Costco购物的 我老公基本上每个月在Costco 大概花500刀左右吧 这个包括他的油钱哈 他加油也是在Costco加的 因为会员加油会便宜一些嘛 嗯 还有我们俩在家吃饭吃的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他买他的 我买我的 他除了在Costco购物 平时也在其他超市每个月大概花掉300刀左右 我呢基本上网购的比较多 我是在 胃上面购物比较多 网购 他们是送货上门的 偶尔去一下华人超市 嗯 我好像在超市上购物花钱花的比他少 我大概每个月花掉三四百块吧 我也没有仔细计算 反正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嗯 大概 400刀左右吧 我花的少的原因是因为 嗯 其实像鸡蛋啊 水果啊 油啊 还有我喝的水啊 基本上都是我老公给我买了 是我偶尔买一些中国特色的食物吧 嗯 有时候嗯 去朋友家或者是做点菜带过去啊 嗯 或者自己买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食物 我的钱主要花到这方面 这些是家里的日常购物开销 嗯 还有我们俩在外面餐厅吃饭 我每周和女朋友在外面吃中餐 和我老公一起吃西餐 嗯 还有我老公和他朋友偶尔聚餐 这些我还是没有具体算过多少钱一个月 我大概想一下估算一下 外出就算 就算一个星期花300刀吧 那一个月就1000刀左右吧 说完了吃 最主要的一个在说的住 呃 现在洛杉矶呈现 呃 一个年牌的小山房 就像我现在住的这种 呃 如果是租的话租金大概在3600的左右 那是因为我这个比较小 因为我这个是1600食物费 嗯 像我朋友的他的是1800个食物费左右吧 比我大概200个食物费 他的已经租了1200刀 这个是租房的费用 如果你要买的话 嗯 像这种小山房的 像我这套吧 呃 Redfin上评估是100万出头吧 一百零几万 嗯 如果说是稍微大一点呢 像我朋友那套1800个 Sqft的连牌别墅的话 呃 现在需要1230万左右 我这个价格是指 耳湾呃 比较新的区域吧 呃 如果是在耳湾周边或者是 嗯 耳湾比较旧的房子这种山房的话 大概也也要 一百万左右 八九十万 反正差不了太多 最多10%的差别吧 11月13号 CNN最新出炉的 报道房价的大幅上涨 使得陈县和洛杉矶县 几升全美房价最高 榜单前五名 呃 而且陈县超过了洛杉矶县 排名全美第三 先不说房价能不能负担得起 仅仅仅房产税就够呛的 我这个小联排的房产税是12000 每年 呃 每个月就是1000刀 且房产税每年都会上涨 呃 还有就是HOA HOA大概是每个月410刀 呃 还有房屋保险 房屋保险 因为这个是联排别墅 呃 HOA里面包了火灾险 所以还好 呃 我们这套算下来 自己付的保险好像是 大概是50刀每个月左右 然后还有水电煤 呃 煤气我们家比较便宜 大概每个月17块左右 水费现在冬天大概60刀左右 电费我现在看是210块左右 电费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那个特斯拉的电车充电 呃 充电我觉得要花一些钱的 我现在删下来 呃 然后 呃 现在是冬天吧 如果夏天的话 如果开空调的话 呃 电费会高一些 这样平均删的删下来的话 就打每个月水电费350刀吧 接下来是行 呃 我的车以前都是历史的 呃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买了这部车 嗯 我这部车是首富富了 一万一千左右吧 好像我记得 然后月工现在是八百三十九到每个月 嗯 再说我老公的车 我老公的车之前也都是历史的 嗯 今年他的车 呃 历史期满呢 呃 因为今年车涨价的厉害 嗯 呃 历史费用也涨了不少 呃 为了节省一些费用 所以他决定把他开了三年的那部车 呃 是凯尼拉克的SUV买下来 他的车因为是三年的旧车 所以相对来说呃 比我的便宜 嗯 他的车是开了三年之后 他今年首富是七千刀 然后每个月的月工是三百九十五刀 再说车险 我的车险是买的特斯拉公司的车险 因为比较了其他保险公司的保费 特斯拉呃 自己保险公司的保险相对比较便宜 我的车险是三百九十五刀一个月 我老公的车险是一百三十九刀每个月 还有一个保险就是人寿保险 我就给我老公买了一个十年的特母的 每个月交四百块钱左右 记得有一个抓保险的朋友到我家来 给我推荐了一大堆 我都觉得太贵了 我觉得我无法负担得了 我就告诉他我已经买了保险 他问我买的什么的 我就说我买了一种特母的 给我老公买的 他当着我的面就嘲笑我 他说这个特母是穷人才会买的 他说没有人有钱人会买这种特母的 我也无所谓 我本来就没钱干嘛要冲那个大头 他说他的客户都是买几百万 或者几千万的大客户 而且他说他以前也做房产经济 但是呢他发现做房产经济又麻烦又不赚钱 他就放弃了 他说做保险太好赚了 我说我们确实没多少钱 所以只能买这种特母的以防万一 别人有多少钱是别人的事 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我也不和别人比 刚刚话题扯远了 收回来我家的费用吧 剩下一个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我之前也说过 我的医疗保险是每个月675 我老公的是每个月520 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牙医保险95 总共加起来我们两个的医疗保险是1290 这1290的医疗保险付完 还有很多需要支付的项目 比如说牙医里面其实只包括洗牙的 还有很多有牙医的有些问题都要支付的 保险说完了再说到旅行 我们每年都要出去旅行几次 就说说今年吧 我今年和朋友去欧洲旅行一趟 花了2万多刀 当然这个是例外 因为平时我跟我老公一起的话 基本上就是15天左右 不会玩这么久吧 还有我老公每年和朋友 在美国或者南美骑摩托车旅行 大概4到5次 他花的倒是不算很多 他大概一次花1000刀左右吧 因为在美国境内花 一般15天一个星期左右就回来了 我老公今年年底还想去东南亚旅行一个月 这些花费目前还没有产生 我们也还没有计划到底会花多少钱 还有我们每个夜会去拉斯维加斯 有时候我老公还去两次 每时去也要花不少钱 今年还去了佛州一趟 虽然在朋友家住了几个晚上 但是机票加上吃住也花了三四千刀 所以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这样算下来每年怎么也需要十几二十万刀 难怪最近几年很多朋友退休后 陆续搬到了外州 比如有些朋友搬到了白卡 亚利桑那州等等 在路上基的生活成本确实越来越高 但是在外面看了一圈 还是喜欢这里的气候 还有在这里生活对于华人来说 确实方便很多 这个也是事实 这里的华人超市邻里 各种国内有的餐厅 在我们这里基本都开了连锁店 生活购物方便 这里也是美食的天堂 各种口味的餐馆 亦有今有 也有可能是我习惯的这里吧 在洛杉矶生活了十几年 也就真的把这里当做家了 去到哪里待几天就想回家 反倒是我老公 他不喜欢待家里 愿意天天在外面旅行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小 他觉得住的不舒服 因为确实有时候两个人互相会受影响 所以他更加在家待不住 有时候实在没地方去 他就约着朋友去亚利桑那州 或者游他州去骑摩托车 一个星期再回来 要么他就一个人也会跑去 拉斯维加市逛几天再回来 好了我是金金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我知道每个人的消费习惯 还有每个州的物价情况不一样 我在这里仅仅代表我自己的消费观 我自己的言论不代表洛杉矶的每一个人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不喜误喷 口下留情